上海書記李強上演親民show 場面尷尬 被緝倒 中共送以色列暴溫杯 懷疑内藏洩聽器 奧地利總理與普京見面 透露前景不樂觀 俄軍目標奪取馬立波 澤連司機不然放棄 押制北韓氣炎 美軍航母打擊群延伸朝鮮半島外海 一笑文恩壽 尋石月登門拜訪朴槿惠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多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13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上海封城造成民怨沸騰 觀察人士表示 此時 來自北京的軍警和上海的地方官員 產生了台面下的矛盾和衝突 令上海防疫之戰成為地方和中央間的政治角力 而受害的依然是底層的民眾 10日社交媒體流傳一段影片 連續7天封城後 上海的居民在公寓大樓中尖叫 一處而此 高層住宅社區夜間燈火通明 不斷傳出此起彼落的尖叫 怒吼聲 全場約分半鐘的影片中 喉叫聲未停過 看看可憐的小朋友穿成這樣 上海疫情防空 全球獨門絕技 封門 民眾家裡的物資 糧食越來越少 沒看到政府有任何配套調度 很多人入夜後 紛紛展開抗議行動 甚至還有地區發生開車撞警事件 中共的公權力濫權施行在每個個體身上 兩位居民一再強調自己有獨立醫院的陰性報告 並且有12345熱線的電話錄音證明 但當局警察拿不出陽性報告 只是聲稱是執行上面的命令 執行錯了也不是我們的錯 必須將兩個人帶走隔離 4月11日 上海部分小區封控政策防寬 市委書記李強前往視察 卻遇到戲劇性的尷尬場面 網民透露 在前一天 當地官員組織被視察場所已經進行彩排 被視察的方艙醫院要求練習在歌在舞 而被視察社區的居民被要求扮演不同角色 被李強等表演居民的寬鬆美好生活 有些甚至被要求落樓落根本就不可能有的快遞 社區還提前派了雞蛋、三文魚、南極村崖魚扒、 水果等物資 但李強的一個轉念 將這個美好的安排被打破 他沒有前往佈置好群眾演員的小區考察 而是去了對面小區 這個小區的民眾見到書記來了 紛紛上前抱怨 一名坐輪椅的白髮老人疑似大聲指責 抱怨封控導致的管理混亂、物資匱乏 居民難以接受生活上的種種限制 不少居民沒有食物 聽說李強來都紛紛衝下樓 質問他為什麼官方物資沒有送到 也有人提出疑問 李強能夠走到政治局委員這一級 按理說對中共官場弄虛作假的傳統應該很清楚 為什麼要主動去對面的小區自找捱鬧呢? 另外很多和民眾密切接觸的居委會人員陸續表示 無法理解政府的抗疫政策 同時掀起一波罕見的辭職潮引人關注 評論人士唐正遠分析 他觀察到上海正以兩種方式 來遠性抵抗北京的清零政策 一個是小作為甚至不作為的消極做法 一是反而採取極端的措施 例如將嬰幼兒和父母強行分開 分別集中隔離 並放人民怨和不滿直接噴向中央 他說這兩種方式的目的都是一樣 就是犧牲大眾的利益 然後將矛盾和怒火都指向政策的制定者北京 而不是政策的執行者上海 換一種方式說 上海的這些官員 這些執行者其實發起一種集體的遠性抗議 10日中共副總理孫春蘭 短期內第三次到上海 也是第三次對上海的防疫提出嚴厲要求 要繼續動態清零 有知情人士透露 孫春蘭對上海的防疫工作不滿意 已經發火了 另一視頻人士李穆陽認為 孫春蘭發火 實際是習近平對上海疫情管控不滿意 上海各級官員都清楚孫春蘭對上海放重話 其實表達的是習近平的意思 這就自然會令上海各級官員 考慮頭上烏紗帽的問題 為了保住千辛萬苦得利的官位 於是就採取更嚴厲的封控隔離政策 被封控再加近一個月的上海人簡敏說 紅衛兵搖身一變成了大白兵 計劃經濟回來了 次生災難層出不窮 在他們眼中 我們這裡的老百姓不是百姓 這就是流矮就是糾菜 在上海的權力混戰 文革式人鬥人防控路線 在重複著漠視生命 人性清零的同時 也加速著中共自身的崩潰 日前中共上海市委寫給全市黨員的公開信稱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 守護上海城市的安全 已經到了最重要的時刻 確評認為中共從2017年一月政治局上委 一波人馬到上海中共一帶地址製電以來 中共幾乎就曾斷崖式加速解體狀態 中共誕生於上海 而它的崩潰程序 或同樣始於上海 中共駐以色列大使館 最近送給以色列政府機關一批保溫杯 當中一個儀式裝了竊聽器 目前以色列國家安全局正進行調查 中共駐以色列大使館方面說 每年在逾越節時期 中方都會根據外交慣例贈送禮品 但以色列媒體12日報導 這一批禮品當中一個保溫杯 可能有可疑的裝置 中方辯解這個可疑裝置 就是保溫杯所使用的吸氣劑 並非媒體所說的竊聽器 認為相關報導是抹黑中國形象 但以色列耶路撒冷郵報報導 目前以色列當局已經將中國贈送的保溫杯 都搜集起來並做進一步調查 同時不會歸還給中共駐以色列大使館 奧地利總理內哈麥曾自告奮勇 主動提出訪問俄羅斯 以促進俄羅斯和烏克蘭展開對話並停火 內哈麥11日下午在普京位於莫斯科市郊的官邸 和普京會晤 持續了約90分鐘 但他在會談後表示 這次會談非常直接開門見山 但很艱難 內哈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他已經就這次莫斯科之行 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德國總理蕭爾茨 和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進行磋商 並通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他坦言 這次與普京會面並不是一次友好訪問 並認為不應該抱有樂觀的想法 他說普京堅持他自己的戰爭邏輯 正採取相應行動 還希望是迅速的軍事行動能成功 俄方並顯示出 對與澤連斯基進行直接會晤 目前並不抱有太大興趣 而他傳達給普京的最重要信息就是 烏克蘭戰爭必須結束 因為戰爭只會兩敗俱傷 並揭盡所能 尋求結束衝突的方法 或至少在人道援助 烏克蘭平民方面隨得進展 他向普京提出 在烏克蘭布查等城鎮發生的 慘目人道的殺戮罪行 強調犯罪者必須被承之以罰 俄羅斯軍隊揚言 今天的目標是攻陷東南部港市馬里烏波爾 而烏克蘭防禦部隊就努力阻擋俄軍前進 發生社報導 俄國想要將已經佔領的克里米亞 與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 親俄人員控制的頓涅茨克與 勞金斯克兩地區連結起來 並以包圍位居戰略地點 曾有40多萬人口的馬里烏波爾 烏克蘭總統府官員 波多利亞科在推特法文透露 馬里烏波爾的烏軍受到包圍和封鎖 但烏克蘭武裝部隊司令澤魯日尼11日表示 在馬里烏波爾市內的烏克蘭軍隊和俄軍 親俄分子之間仍在激烈戰鬥中 馬里烏波的防禦行動仍在持續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11日再度懇請盟邦 提供更多武器來加強防禦馬里烏波爾 他說我們要提前結束這場戰爭 完全殲滅在我們土地上的敵人 但如何解除對馬里烏波爾的封鎖 他說我們獲得的所需武器還未夠 如果我們有戰機 足夠的重型裝甲車輛 火炮系統我們就能夠做到 澤連斯基也說 我相信我們會得到所需軍備 但現在時間不僅是慢慢流逝 烏克蘭人的性命也逐漸消逝 人命是無法挽回的 烏克蘭外交部長近日接受美國NBC訪問時表示 我們知道如何戰鬥 我們有能力 不誇張地說 烏克蘭已經證明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之一 可能僅持於美國的第二強 庫尼巴補充說 他指的不是數量 而是軍隊的戰鬥經驗和戰鬥能力 另據CNN報道 美國多個州的人民都在為烏克蘭捐贈安全物資 上星期 內部拉斯加州州長李克遲已經宣布 將向烏克蘭捐贈550件防護裝備 而埃赫華州州長雷諾茲也宣布 在該州公共安全局及18個執法機關的努力下 將捐出860件裝備 另外 美國各州地方政府警署已經自發動員 與非政府組織等機構合作 捐贈軍用給防彈衣、頭盔到烏克蘭 希望能幫助烏克蘭的民眾在俄羅斯侵略中自保 雖然最後物資能否送到軍隊或人民仇中還是未知數 美國有越來越多州的地方警署都加入了捐贈行列 這個做法是史無前例的 美國海軍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林肯豪 在久違4年5個月後再次駛入朝鮮半島東部海域 12日出現在維山市東部的公海海域 由於北韓今年以來 已經進行了12次飛彈、導彈試射 其中包括火星15、洲際彈道導彈 因此 韓媒分析 美航母駛入韓國東部公海 不排除是為了震懾北韓 韓聯社報導 這是自2017年來 首次由美軍航空母艦打擊群 部署到韓國與日本之間水域 美國日益擔憂北韓 可能將在未來幾天進行地下核試 美國一名官員說 美軍航空母艦林肯豪打擊群 目前在日本海 將與日本部隊舉行演習 以讓這區盟國與夥伴安心 消息人士說 林肯豪將在這區執行任務3至5天 韓國國防部表示 知曉林肯豪打擊群在國際海域 但不願意發表評論 因為這是美國軍方資產 韓國總統當選人 尹錫悅的顧問上星期訪問華府 尋求美國再度部署戰略資產到朝鮮半島 譬如航空母艦與能攜帶核武器的轟炸機和潛艦 早年由於北韓試射飛彈和核武 美軍航空母艦雷根號、羅斯福號 與泥米茲號打擊群 都曾抵達該區域展現武力 以壓制北韓的氣焰 韓國後任總統尹錫悅12日 在相關單位安排下 前往前總統朴槿惠 在大丘達城郡的新遇所拜訪 韓國媒體報導 尹錫悅是保守派陣營的 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所推出的候選人 也是當年主導 徵辦朴槿惠 吹信實所涉及的 歸密門竿政案 後受文在寅提拔 升任為首爾中央地檢長 朴槿惠遭判處重刑 其中亦與他關聯極深 此次相見一笑問恩仇 韓聯社報導 兩人會面時間長約50分鐘 綜合雙方發表內容 當日會面氣氛融合和諧 雙方談到很多不宜公開 但卻很想對外公開的內容 尹錫悅也稱 朴槿惠在任職期間曾推出不少優秀政策 並除了成功結果 遺憾的是無法對外好好宣揚 他將繼承他的職責 好好宣傳並延續完成政策 朴槿惠就對此表達謝意 尹錫悅過去接受媒體訪問時曾提到 自己當初主導歸密門一案是秉公處理 私下對於朴槿惠感到抱歉 也曾讓保守派陣營一度走向分裂 除此次會面是否能讓兩人重修舊好 被受眾人關注外 也有消息指出 尹錫悅也會邀請朴槿惠 出席他在5月10日的總統就職儀式 紐約12日上午交通高峰期 傳出最嚴重槍擊案件 在布魯克林地鐵站月台多人受到槍擊 現場還發現了幾個未被引爆的爆炸裝置 一名新村橙色建築背心 面戴防毒面具的男子向路人開槍 隨即逃離現場 至少有5人在槍擊下不幸身亡 紐約警察局也在推特發文 要民眾避開布魯克林第36街和第4大道地區 方便警方進行後續調查作業 好了 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聽 下次再會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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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我 多謝我 聽說 五ole 我 到 五Very 多謝 馬斯